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河南取昌的胖东来集团公司董事长于东来日前在公司官网论坛发表文章,但文章内附自己第三点打马赛克的裸照引起各界关注,两岸多家媒体争相报道,不过如此大喇喇屁哦出裸照很可能会吃上官司。 胖东来集团的余姓老板常常会在官网的论坛中发表一些心情与想法,但是本月19日论坛中竟出现一张裸男照,且照片中的男主角就是余姓老板,原本网友们以为是不是被盗用或是被扼证,但其实这张照片是董事长自己发布的,在网络上引起关注。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当地律师梁广璇认为,于东来的裸照有达马赛克,明显不属于刑法和治安处罚法上的淫秽物品,不会吃上官司,但北京律师黎雅指出,于东来的裸照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样可能会涉嫌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最多会被拘留10日。 北京律师陈江涛说,只要于东来的照片被认定为淫秽照片,点阅次数超过2万次,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最多会被判两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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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